吃了咸菜滚豆腐 皇帝老子不及无的王甘俊现在扎起了纸膊 这一天 他刚收了三个小徒弟 分别叫福海 刘芳子 赵二 带着他们去了酒楼吃喝 点完了大鱼大肉 这哥仨开始吃了起来 师父却盯着他们不怀好意 接着又给他们要了一壶酒 伙计 来三斤山东花 好嘞 烫得味味的 几人吃饱喝足 与师父勾肩搭背的往回走 前一秒还嘻嘻哈哈 那咱们干嘛不管师父叫天啊 后一秒 哥仨却被师父吊了起来 哥仨不解 问师父为什么这样 你们三个没亏许的东西 叫你们吃你们就吃 三人被师父打了一顿 次日 师兄给他们介绍了这活 这手艺是真苦 那时候学手艺 能挺三年 再倔强的人也就软了 再柔弱的人也学横了 那时恰巧一和团与洋人打得火热 刘芳子潜入教堂看到了十字架 误以为是洋人的法器 怪我那洋人打不下来 原来是你这鬼东西在做怪 趁他们不注意偷走了十字架 跑到一和团邀功 却被一和团当成二毛子被抓了 浮海去求师父救救方子 可师父却不想管这闲事 还想着趁着大乱之后 必有大丧 这样他们的生意肯定步步高升 不死心的浮海跑到王府 想救下方子 却被一和团的人当成二毛子抓住 怪我那他们总是灭不了 原来他们就是有你这种二毛子 坏了我的神拳法术 把他拉出去 开了 多亏了瑞格格的出现 看到浮海这窝囊呀 觉得不能是刺客 便让他们把浮海放了 在行刑的当天 瑞格格及时赶了 方子也被无罪释放 师父 师父 你就先行好 赵二苦苦哀求师父把方子留下 可师父不为所动 坚持要赶方子走 浮海也求师父把方子留下 自己和赵二可以分担方子的活 这次方子没有低头 廖下狠话就要走 浮海和赵二连忙扶着他 告诉掌柜的要走 他们三个就一起走 师父看他们走了 起眼了 哎呦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计较你们行了吧 经过了这件事 他们明白了 人呐只要抱了团 学徒也不一定非受掌柜的气 于是他们撒访照刘关章桃源三结义 咱们就叫城南三祖 过了一段时间 掌柜的弟弟吴先生回来了 吴先生是闹革命的 见说服不了他的哥哥 就开始说服方子和福海 让方子替自己跑腿 这天晚上 吴先生在屋里研制火药 一个不小心 蜡烛引燃了火药 救火呀 救火呀 火被扑灭后 吴先生也被掌柜的赶了出去 方子也想跟着走 我现在要到南方去 干大事情 还不能带着你 掌柜对于方子的所作所为也很生气 便决定教训一下方子 方子却把他打了一顿 滚 你给我滚 福海还想求情 让掌柜再原谅方子一回 福海 城南三湖 你二十万了 转眼十年过去了 福海出了土 自己置办了铺子 赵二却游手好险 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搭 这是怎么了 就差一步就上墙了 普 一伙快乐 我就替我那不争气的兄弟 给您赔罪了 瞧您说的 是我打扰您了 您客气了 姑娘您慢走 您留步 姑娘您走好 赵二前脚刚进铺子 大妹后脚就跟进来了 扬言要找小偷 小偷 小偷 带你出来 姑娘 小偷 福海把他让进院子 才知道大妹人美心善 是来给赵二送窗商药的 二人在门口又是座衣 又是请安 说了一大堆客套话 送走大妹后 福海回去问赵二大妹的住处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可福海就是喜欢大妹封野精 次日就找了媒婆上门说清训 福海也没闲着 拿着纸壶的玉女当礼物 要送给大妹 大妹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正当福海失望的时候 大妹又打开院门 让妹妹拿回来 晚上 媒婆像饿死鬼投胎似的 连吃带喝 连菜汤都不放过 吃饱喝足 用手怕擦了擦嘴 才告诉福海 人家嫌弃他抽大烟 这是成不了 福海说那我就戒烟 媒婆说好姑娘多的是 我再给你找比大妹还好的 我还就认准她了 可烟哪那么容易解 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给我抽一口吧 你给我抽一口吧 赵二问她想娶大妹吗 想 除了她不想娶别人 是 那还抽不抽 我 我不抽 爱情的力量让她戒掉大烟 两人也终成眷水 那年月 老百姓的日子好一天坏一天 福海回门的那天 百朝换代了 这情怎么变了 经过询问得知 现在世道变了 没有皇上了 叫孙中山 柱子南京 革命军也把福海抓了起来 减掉留了几十年的变 您给我来碗素面吧 拿盐拌就得 麻烦您给我来个黄瓜当菜马 一碗素面加盐 配菜是一根黄瓜 就是福海一天的脚骨 刚点上 就来一人家要湖顶棚 福海上前一问一天才两毛钱 你爱干不干不干 我找别人去 对对对我干 我干 这时福海点的面也来了 怎么着 你还吃面呢 算了算了 我还找别人去吧 没办法 福海只能端着面去 回到家 大着肚子的大妹看到了福海的样子 怎么跟摇里扒出来的探婚似的 咱还是改行吧 可福海不舍得他那学了三年的手艺 更放不下他那手艺人的架子 转眼孩子出生了 鸡头做王猴 后洗药一辈倒比一辈高 福海看着刚出生的儿子乐不容嘴 可没高兴多长时间 福海又犯愁了 得想法出去挣钱了 这婚节了 孩子有了 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刺恼了 原大总统不知怎么想的 又想当皇上了 这时候多年未见的刘芳子也出现了 靠着他的察言观色 他混成了一个小头目 这天 在街上趴活的福海亲眼看到了俩派的打打杀杀 急忙跑回家 赵二也在家 告诉他们找着室友了 可以参加游行 泪是泪点 给的钱不少 正说着 外面当兵的砸门了 福海跟赵二刚出门 就被大兵抓了去 正当他俩以为要完了的时候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福海 赵二 阿弗南城三虎 今儿可算聚齐了 福海 赵二 阿弗南城三虎 今儿可算聚齐了 福海赵二被拉去枪毙 却碰到了多年不见的兄弟 如今的方子早已混成了军队的头目 三人见面很是高兴 刘芳子告诉二人 他现在是发达了 但不能忘了两位兄弟 得拉着他们一块干 可福海还是想当普通老百姓 芳子没管这些 先安排了一顿豪华盛宴 接着给赵二安排了一名济师 这要不是你啊 我做梦都不敢碰啊 急忙拉着技师去享受 福海趁机想偷偷溜走 被方子拉了回来 说什么也要给福海安排一个 福海惦记着家中的妻儿老小 跳窗跑啊 福海 你骗我 刘芳子 你混蛋 回到家 福海抱着大闷痛哭流涕 次日 穿上军装的赵二来劝说福海一块当兵 可福海铁了心的就想当普通老百姓 赵二没办法 拿出钱来给福海 说是方子早就猜到会是这样 提前给你预备的钱 福海不要 一脚踢开了钱袋子 这时 听到了外面孩子的哭声 家里一点像样的吃的东西都没有 孩子可得直哭 赵二也赶紧给福海台阶 让他用这钱给孩子买东西 就这样 福海还是用了留方子给的钱 在这世道大乱的日子 靠着这些钱倒也安分的生活了一段时间 不知不觉 孩子长大了 福海带着家人去拍了一张全家福 这也是他们拍的唯一一张照片 回去的路上 他们碰到了落难的赵二和昏迷的刘方子 经过询问得知 袁世凯倒了台 这时袁世凯的刘方子也被革命军追杀 刘方子怕给福海添麻烦 要走 我可还认你这兄弟 我可还把南城三虎堂回事 赵二 你可真不认揍的 家枪带棒的你的烧的我里点 福海回到家 问大妹 方子上哪了 大妹说在咱五哄孩子睡觉呢 福海也没多想 坐在炕上陪方子聊着天 大妹进来也熟练的上炕 福海告诉他 二叔在炕上 你怎么也上来了 多不像话 大妹却没当回事 二叔又不是外人 还说起上午二叔跟他聊天 把他逗得哈哈大笑 福海也只能跟着尴尬的笑笑 晚上 赵二滴溜着好酒山山来吃 福海也夹起一块羊肉准备开吃 大妹打断福海 你怎么先动筷子 二叔还没吃呢 都是自个儿兄弟 还讲什么呀 见福海没有让二叔 大妹夹起着网框子的碗里放 福海也尴尬的看着两人的举步 赵二这时也来了一句 这嫂子疼小叔子一点错都没有 这应该有我的分这个 大妹却回答 你又没病没灾的 没长手啊 赵二向福海告状 说嫂子偏心眼 福海也只能不当回事的笑笑 大妹又说起他炖的羊肉 福海说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会炖羊肉 咱哪有钱炖羊肉啊 就这钱还是他二叔给的呢 听到这 福海沉下了脸 也控制不住自己脾气 赵二不让自己喝酒 冲着赵二嚷嚷起来 众人面面相去 福海反应过来 才换上笑脸 招呼大家吃饭 晚上 大妹埋怨福海小心眼 福海也感觉可能自己想多了 赵二这边也暗示着刘芳子 关公道嫂 刘芳子不解 赵二说咱撒福海行大事刘备 您行二事关于 孙子 说什么呢 你这 赵二 你可真不是人造的 家枪带棒的 你这烧在我 赵二最后提醒方子 最近跟大妹走得太近了 他要没了这媳妇 他自个儿也活不成 至少八重点 方子也抽着烟响了一晚上 福海从一个老巡警口中 得知眼下正招巡警 回去跟赵二和方子一说 方子很是支持 只要你铁了心 哪行也能出状元 我看行 赵二也打去到以后 被抓进去不怕 咱有人了 福海却告诉赵二 你得跟我一块去面试 你也是识字的人 别这么瞎混 次日 福海和赵二来到了巡警阁子 赵二还告诉福海 这地儿以前进来过 二人经过了识字 俯卧撑 高抬腿 探牙扣等环节 来到最后的面试环节 赵二告诉福海 得说漂亮话 别说实话就行 我说 你为什么要当巡警啊 拥护共和 这共和和钱倾比 有什么好处啊 平等自由 二人也乘步面试上巡警 回到家 福海把这好消息 告诉大妹和方子 然后去外面叫俩菜 路上王沈叫住她 支支吾吾没说出句整话 在福海的再三追问下 王沈才说 我看你家那媳妇 跟你那个亲戚不太一对 当得知王沈 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东西 福海自我安慰道 老太太一定是看走眼了 训练的时候 福海因为走神 让教官赶出去罚站 赵二也趁机出来陪着福海罚站 他告诉福海 方子跟嫂子可能有事 可福海还是不愿意相信 还告诉赵二 不准编排你嫂子跟你二哥 再这样跟你急 你想啊 大妹跟着我多高兴 况且我们还有一个儿子 刘方子呢 除了一身伤 还有啥 所以没道理啊 老婆 跟我最好的朋友 我败把子的兄弟跑了 转眼训练的日子结束 明天也正式当差了 福海跟赵二也兴高采烈的跑回家 想要给他们操练一手 他们进了屋里 没人 进了旁边屋还是没人 想想可能在厨房做饭了 可喊了几声也没人应答 他们去了方子那屋 那屋收拾的干干净净 方子也没在屋 福海安慰到肯定是出去买东西 他们一会儿就能回来 而赵二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 也没多说 陪着福海等着他们 一直等到晚上 各位 天可是黑下来了 这要是出去 可早该回来了 这是门外传来孩子的哭声 福海出门一看 只看到顺子和隔壁王审 王审抱怨道 说是把孩子搁下 上街买东西 一个终点就回来 都这时了还没见人影 福海回过神来 大叫着向城外跑去 被巡警拦了下来 第二天 福海向王八示的蜷缩在被子里 赵二端过吃的 好心的劝着福海 哥哥 什么都别想了 谁要再看上这事 这他妈没得 这个 福海看了一眼空空的相框 猛的起身拿着刀就要冲出去 被赵二死死拦净 方子已经和大妹跑出了城 看到喂奶的孩子 大妹还是会上前多看两眼 福海也跑到老丈人家 告诉了他们这件事 老丈人对于这件事 对福海也感到愧疚 这他妈还割萨的 这 怎么一个能把另外一个的老婆 勾得走了 这 这 这说出去丢他妈多的人 一群孩子跟着福海 编唱着不知谁告诉他们的歌谣 大老傻 老婆拜拜给人家 谁教你呢 必须有人教你 福海拉着去找他家大人 他家大人就是那个王沈 王沈不但不怪他家孙子 还阴阳怪气的嘲讽福海 福海给了自己俩嘴巴子 孩子还懂什么王宝不王宝 这不必定是大人在教他们是不是 王沈听了 更来劲了 您这是在怪我呢 啊 我们干啥了 啊 人又不是我们来走的 福海只能信信地跑回家 晚上 福海摸了摸熟睡的顺子 打算扔下顺子 自己先走一步 把头伸到绳上 鼓足了勇气 双腿一蹬 踢倒了凳子 这时赵二赶到 急忙把福海抱了下来 看福海没有反应 拿起茶杯 一口水喷在福海脸上 福海醒了 福海我告诉你 我怎么求不起你 赵二一边骂着刘芳子 一边安慰着福海 福海醒过来 还是要寻死逆活的 赵二告诉他 你要是死了 你把你儿子也害了 他这一辈子抬不起了 到时候别人不说你了 就会说你儿子 只有活着才有面子 福海也想明白了 活着 活着才有面子 死了 什么都没有 而大妹这边 也很快遭到了暴谈 两人因为没钱交房租 被老板赶了出来 两人没办法 只能租了一间 四面漏风的毛坯房 碰到大风天 还得有人去窗户内躲着 芳子受不了了 出去打点零工 挣点钱 到了晚上 大妹去邻居家找芳子 被告知他们去了 男人爱去的地方玩了 大妹找到芳子 芳子和他大吵了一架 心灰意冷的大妹跑出来 从此不知去向 咱们俩801臭小巡 臭小巡 福海换了住处 来到了一处大杂院 有说相声的大梁 以及他媳妇 菊婶以及他的儿子 大白子 还有菊婶的女儿 福海看到那姑娘 想到了小时候 就他们的锐哥 像不像那个 锐王胡 锐王爱家那个哥哥 赵二却嘲笑他胡思乱想 屋里 赵二为着顺子吃饭 吃完饭给顺子铺床睡觉 但这一点不影响 后期顺子枪毙赵二 福海下班碰到了大白子 他上前询问他姐叫什么名 大白子回答叫锐子 什么 你姐叫锐子 他又问大白子你滴是干什么的 大白子回答是采访 福海又问你爷爷呢 大白子不回答了 说要叫他五声臭小巡 他才说 福海答应了 臭小巡 臭小巡 三声 臭小巡 四声 臭小巡 五声 臭小子你耍我是不是 最后得知他爷爷也是采访 福海回到家想争窝窝头 可面就是不成形 摔得灶台满是玉米面 瑞子看到后 主动进来教福海争窝窝头 福海也说出瑞子 特别像之前认识的一个人 其实瑞子就是福海口中的那个人 可他并没有承认 但两人的关系又拉近了一边 他妈认识你这种人 我算倒了八辈子血没了我 全剧就赵二这句话醉在脸 可赵二转头就忘 这也导致了他后期悲剧的发生 赵二要娶媳妇了 可大户人家谁愿意把闺女 嫁给臭小巡呢 除非这个闺女给娘家丢过脸 可赵二愿意要 抬新娘的花轿来了 福海出去迎新人 看了一圈 新娘家连个送亲的人都没有 福海问教夫 教夫说没送亲的也罢了 他家连轿子钱都没给呢 说是这边给 后边围观的街坊 也第一次见这新鲜事 头一次听说 嫁闺女连轿子钱也不给 福海去找赵二说这件事 并劝赵二要不就退回去吧 那哪成啊哥哥 好不容易找这么一大户人家你 福海拿着钱给了教福 把新娘扶下教 这新娘也不是省油的灯 掀开带头看到这么破的房子 哭哭啼啼不肯走 在福海的劝说下 新娘才勉强答应 由福海搀扶着进了院 赵二打开了庄材里的箱子 里面全是空的 他怒气冲冲的找到福海 你跟他娘家怎么借过的 你们和我骗我是不是 说着把福海推了个大跟头 赵二你想要他妈打我是不是 我打你啊 我还打他呢 我砸了他们全架我 晚上赵二来找福海 你不在家陪新人 你陪我干嘛呀 什么新人 九人一个 福海告诉他 这我可之前告诉你了 不能怨我 哥哥 我这不是给您认个错 福海劝他 只要他不跟别的男人跑 就是好女人 凑我这过 可哪知后来他是不跟男人跑 他是自己跑 福海大哥你快救救我 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不合 黎元洪又把辫子军请进了城 这辫子军进了城 这天下可乱了套 辫子军拥护溥仪重新登基 这天下又是大清了 警局里 局长吩咐福福海招二挂上大清龙旗 这老巡警看到还滋孤滋的打了个签 街上也开始迈起了大清的服饰 可这种现象没持续多长时间 局长又告诉他们 段祺瑞又打回来了 全国都在反对辫子军 辫子军要完蛋了 并让福海把龙器降下来 当天晚上 溃逃的辫子军逃到城里 把城里的财物抢裂一空 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 而局长却让他们全员待命 今天晚上谁也不准出去 明天一早有行动 福海不解 这交政治 这底下这全是交易 你管 你管的了三千兵啊 你管的了满街桶的人啊 第二天一早 巡警出动了 福海在街上看到大白子也在这 劝他赶紧回家 大白子不听 叫嚣着臭脚巡 却不想撞到了大海 大林道 抓获一名强盗 福海上前求情 大海根本不听 大白子这时也开始一口一个福海大哥的叫人 军警 是 你还是军警呢 平常你哪个道人物人 料得下个人是 局神把大白子的死归救于福海身上 因为他身为一个巡警 看到辫子军当街乱杀人他却无能为力 福海也为大白子的死感到愧疚 叫顺子给局神磕头 让顺子长大后好好孝顺局神 为了让大白子风风光光的走 福海拾起了胡指活的手艺 晚上赵二人为福海 这大白子也不是你给应按到刀把子底下的 说句那什么的话 真是个听话的孩子 也不至于就死了 可福海还是为救不了大白子而自责 听着福海愤世急俗地说得不停 赵二告诉他 你就是因为太把巡警当回事了 这年头你得回汤事 正说着瑞子进来 瑞子为上午局神说的那些话道歉 他告诉福海 大白子的死跟你没关系 是这世道的错 福海又问瑞子 大白子生前喜欢什么 瑞子说他生前最喜欢的就是你 福海一听心里更难受 也不管忌讳不忌讳 无了个自己陪着大白子 这天福海在门口买萝卜 怎么样哥们 萝卜好吃 福海看到刘芳子愣住了 跑回家拿出斧子就要劈 刘芳子也把头伸了过去 来吧 这条命是你的 只要你愿意 就跑起来 福海最终因为懦弱没有下手 赵二听到动静跑出来 给了刘芳子一个大怒 我他妈抽你个兔崽子 你个不仁不义的王八蛋 你他妈算人吗你 福海打算要刘芳子一个交代 哥仨进屋 刘芳子告诉他们 我没什么说的 福海 我对不住你 这就算完了 那你说怎么着 福海问他大妹去哪了 刘芳子说不知道 一开始把他带到口外 后来他自己走了 我满世界的找他 就是找不到 再然后就去当了辫子军 我就想死 每次打仗都冲在最前面 可就是死不了 后来还升官发财了 说着拿出一袋钱 告诉福海这些购取十个媳妇了 福海拿起刀就要劈了刘芳子 被赵二拦下了 临走前 刘芳子告诉哥俩 自己开了个宝局 有空来玩 说完就走了 我今儿就烧你宝局来了 怎么着 北京有多少宝局我都知道 别的事我还不管 我今儿公报私仇 辫子军失败后 刘芳子用抢来的钱 开了四九城最大的宝局 通过刘芳子的运作 宝局里每天是人气满满 刘芳子也是挣得盆满钵满 城里的张大少用房契抵押 要借三千大洋 刘芳子豪气的借了五千 并暗中告知了伙计 跟台队上跪着 不能让他多少 这五千块钱得够这 这时一个不开眼的混混耍无赖 刘芳子问伙计怎么回事 伙计说是来碰瓷的 就等着人打他呢 好趁鸡额钱 可他碰到了刘芳子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不打他个灵魂出窍甭智慧我 打去啊 伙计一听老板发话 一哄而上 打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 而那个混混被打得满地打滚 福海利用巡警的身份 带着赵二来到宝局 想公道私仇 刘芳子你成啊你 民国政府北京市政府 明令禁止各种土博 可是你却光天化日之下 开着这么一个宝局子 你知不知道你什么罪误 人人刘芳子根本就不把巡警放在眼里 他在乎是他那俩兄弟 让他俩跟着他干 放心 我一拙好好待你们 钱不用说啊 风骨都成 赵二有点动心了 也劝福海 要不然跟芳子干宝局得了 可福海一根金飞就跟刘芳子杠上了 刘芳子也告诉福海 不是不让你查 市里面正在打人啊 你说你进去管还是不管啊 管吧 人又不听你的 不管吧 又对不起身上的身体 此时福海还当自己是盘菜 我说你刘芳子真是无法无天 你这是跟我说话呢 啊 你这是跟两个巡警在说话吗 没办法 刘芳子让他进去 看到了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混合 刘芳子还当着福海的面又补了几棍子 直到把人打死 让伙计抬出去扔了 福海看到刘芳子打死人了 让刘芳子跟他去局里 刘芳子给了他这个面子 局子里 福海跟巡警们一遍又一遍的讲着刘芳子犯罪过程 可众人没有吱声的 福海又告诉巡长 巡长嘲笑他不知好歹 还让他去局长办公室看一下 福海爬玻璃一看 局长正在讨好的给刘芳子点烟呢 福海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 脱下衣服准备辞掉差事 我真的不干 来来来 把他抓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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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 你他妈真行啊你 赵二把福海的衣服拿回来 并劝告福海 你饿死不要紧 你儿子怎么办 可福海就是看不惯这事的 尤其是他们局长 竟然也收刘芳子的钱 赵二告诉他 看不惯你又能怎样 实在看不惯你也可以趟事啊 福海想了想 看在孩子的面上 还继续干着巡警 晚上 他俩直夜 看到了一伙小偷正在撬门 腰里还别着家伙事 福海老毛病又犯了 赵二拦住了他 我怎么跟你说的 为了六块钱 把命搭进去不值 我还有儿子 他俩气喘吁吁的 跑到没人的街面抽起了烟 可好巧不巧 那一伙小偷偷完东西 正好碰到了他们 这下他们尴尬了 几人面面相许 谁也不敢动 赵二这时打破将军 问他们大晚上的搬家呢 搬家 搬家 赵二说那既然是搬家 那就赶紧走了 愣着干嘛 福海也趁机附和道 赶紧的吧 别让我们再把你们当贼给抓了 这伙小偷跑了后 哥俩才气喘吁吁的跑到施主家 装模作样的问了一会话 然后回去交差了 自打福海学会汤事 他已经是弟兄们不得了的人物 误转心仪 人变了 直气来了也好 缝隙走了也罢 只是服装换了换 巡警还是巡警 这天福海回到局里 局长把他叫过去 又是点烟又是让人递毛巾 把福海弄得心里没底 局长说前两年保局死的那个人 他还有个兄弟 最近在军队得了事 现在开始追查这件事了 而局长就是让他抓刘芳子的 福海听后很高兴 跟局长拍胸脯保证抓他回来 福海一个人进了保局 刘芳子吩咐不要开枪 福海告诉他 自己可以带他出去 刘芳子相信了他 走到门口 被埋伏在这的巡警抓了起来 别动 你行 你他妈真行啊你 哥哥 你把人家兄弟给打死了 人家能饶了你啊 福海和赵二来监狱看望芳子 要不说芳子能成事呢 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真是给我送终来了 赵二虽然是站在福海这边的 可他最重感情 毕竟他仨是一个头科在地上的兄弟 哥哥 别说那么难听 这不就是哥仨喝点吗 方子让赵二别嚎丧了 说想让他死没那么容易 而自己就有一个办法让自己不死 说着让赵二先出去 跟福海说只要把我的钱取出来都给他们 他们就会放过我 可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可靠的人 所以只能靠你了 福海问他 为什么是我 我可是最恨你的人 方子说因为你是好人 赵二我信不过 回到家 福海跟芳子说起这事 想让他给出个主意 取出这钱是拿来救方子吗 还是留下来自己用 芳子话里话外说的这么明显了 暗示福海就是拿了这笔钱 也不会有人说什么 再说留方子也不是什么好人 还坑过福海 可福海就是不懂 芳子也不好明说 只能说不管你怎么做 我都支持你 第二天 福海去银行的路上小通 他决定把钱自己留下 刘方子害他害得还不够惨了 凭啥就贪 回到家 福海打开箱子 看着里面的珠宝 拿出烟 猛吸了两口 他决定了 要带着这些钱和顺子离开这个地方 要带顺子过上好日子 说着让顺子抓紧换衣服走 这时菊沈过来借算旧子 听闻福海要走 开始劝起他来 瑞子听到动静 也赶了过来 福海让菊沈把顺子带出去 自己有话要跟瑞子说 说着拿出那些珠宝 让瑞子自己挑 可瑞子根本不稀罕这些东西 只要您留下一件东西 我立马扔当街去 眼看劝不动福海 瑞子拿出了那个花剑子 你还记得这个吗 福海看到了剑子 知道瑞子就是那个瑞哥哥 这是你扎的价吗 好巧的手啊 这么翘式的东西 你也做得出来 可他不明白 为什么大白子说他爹是财富 瑞子说大白是我妈跟后爹生的 福海这才明白 可他现在又拿不定主意了 到底走还是不走呢 最后福海还是带着顺子去了车站 说 你给我说 钱在哪 说 刘芳子在狱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口中还不断地喊着福海 福海 福海 一个箱子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福海终究是梅子 带着钱来救方子了 刘芳子没看错人 过了几天 刘芳子出来了 赵二早早地在监狱外等候了 这个时候的刘芳子还不忘豪言撞你一番 过不了两年 我还是个人物 比你们都强 到了家 赵二媳妇早就在门外候着了 他一口一个二哥的叫着把方子搀扶进来 赵二还不忘打去刀 哥哥 你要把他拐走了我还不怪你 两口子把方子扶到炕上 赵二媳妇殷勤地去打洗脚水 还把赵二叫出来 原来他是惦记上了刘芳子的钱 打牌的时候 赵二媳妇有牌不胡 不断地给方子喂牌 一场牌局下来 输了不少钱 小独人责乱大谋 这是下班的时候 懂不懂 刘芳子要解手 赵二媳妇还殷勤地招呼赵二给方子端尿盆 还把戏子请到了自己家 完全不管方子喜不喜欢听 先唱了再说 直到把方子唱困了 到了晚上 赵二媳妇憋不住了 说什么第二天也得朝方子要钱 我说二哥 咱总不能总装糊涂吧 你窝头闲才行 我可不行 当赵二媳妇得知方子身上一个大子也没有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眼看话越说越难听 赵二听不下去了 拦住了他媳妇 气急败坏的赵二媳妇摔门而去 告诉你了 今儿你给我把你这位爸爸请走 方子这时候想走 被赵二拦了下来 让他先住一天 第二天再想办法 晚上赵二媳妇回到家 看到刘芳子还没走 气呼呼地去找赵二 我告诉你啊 要我走 要我他走 次日赵二去找福海商量 想让方子住在这儿 可福海一听刘芳子的事 就拉下脸来 你赶紧走 你要说别的事啊 我还真愿意跟你说 这事啊 咱免败 福海把赵二推出家门 这事听到了门外有人喊死人了 原来赵二把刘芳子到门口了 二人赶紧出去看看 赵二把方子扶起来 方子看到福海来了 笑了 以为福海会收留他 哪知福海根本不是收留他 他现在巴布的方子死 小嘴巴巴的跟机关枪似的 你知道什么叫故事不报 是否不到了吗 我告诉你 你早就应该想到你有今天 就算我不报 你天也得报你 我就能让你出息 我救不了你十五 怎么着 不行了 又想往我这跑 还想让我养着你 我告诉你妹妹 方子听到这些话 也明白了福海有多恨自己 看来今天得出点血了 才能让福海收留自己 于是大喊了一声福海 转身向墙上撞举 方子醒过来 知道已经如愿地躺在福海家 但做戏的拳套 他还得让街坊们 都看到自己在福海家 于是挣扎着起来 寻死逆活的 福海没有拦着他 说这么多干嘛 你死去 你就别死到我院里就行 这句话正说到点上 刘芳子晃晃悠悠地走到院子中央 然后倒下了 局审看到后 啊 血 死 死人了 吵闹声惊动了街坊为官 福海没办法 只能收留了刘芳子 军阀一天不除 革命就没有进展 所以 我们欲完成革命 必先救中国 这位正在演讲的正式第一集中出现的吴先生 因不小心引燃火要导致房子被烧 被其表哥赶出家门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革命党 这时有人报告说外面来了许多军队和警察 吴先生身份不移暴露 先行离开了 正欲爬大门离开时 碰到了身后巡逻的福海 福海 我想起来了 在福海的帮助下 吴先生爬上大铁门逃走了 福海回到警局 跟赵二说 碰到了小时候捣鼓炸药的那个吴先生 正说着 有人说外面有人找 两人到门口一看 正是吴先生 三人相约到饭馆吃饭 吴先生说明来意 是来找福海帮忙给租房子的 福海答应了下来 带福海来到他住的那个小院 有间空闲的屋子 让福海住了下来 临走前福海叮嘱吴先生 说他知道他是革命党 但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 你也别往外说 这院子住的都是老实人 可别害了人家 说完就走了 走到一半 福海想到这院子里还有个流荒 又回去叮嘱吴先生 千万不要让方子知道你的事 晚上方子来找福海商量 看有没有合适的差事 福海无心的一句话 你总不至于去挑个巡警干了吗 方子觉得正合适 就这样 在福海的推荐下 方子也干起了臭矫学 我是教书的 教书的 陆证都在你还敢骗人 像刘方子这种 把人情事故做到极致的人少之又少 刚去单位 不管认不认识 先散一圈烟 然后递给福海一根 福海直接拨到地上 他也不生气 还是笑呵呵地跟着福海去上差 回来后 立马滴溜着点心来到局长办公室 这时的方子卑躬屈膝 没有了开保局时的神气救 好在局长也念旧情 方子也是个聪明人 局长稍微一点拨 方子就明白了 哎 我心里有数 那您歇着 我忙去 此时的吴先生跟学生正在小屋里印传单 方子滴溜着点心去看福海 听到吴先生屋里的动静 就过来看一下 当听到方子要进去看看他时 吴先生以身体不是回绝了 这更引起了方子的好奇心 假意要走 实则躲了起来 等到吴先生和学生出门后 方子悄悄潜入吴先生屋子 找到了宣传单页 带走了 吴先生回来后 来找福海吃饭 正吃着 外面闯进拿枪的大兵 吴先生一看就知道是来抓自己的 让福海帮自己挡一挡 当兵的把院里的人赶到一堆 然后有人报告说找到了吴先生 就把吴先生押走了 昨儿我想了一宿 就是没想明白 这孙子咱们干了这么多年 就是一三灯井 招木井 这孙子一来就骑到咱们头上了 你说这世道还有什么公平 方子升迁速度堪比作火箭 来了不到一周就升任寻找 众人自然是不服气的 在屋里纷纷吐槽起刘方子 一致决定一会刘方子来了后 不给他好脸色 罩着他 让他灰溜溜的 还幻想着过不了几天 他就会自己干不下去 就走了 大伙看到浮海来了 把浮海让到椅子上 让他讲一下刘方子的恶行 浮海原以为这次大伙枪口一致对外 可以好好扫着刘方子了 就忍痛把刘方子拐他媳妇 以及之前开宝局杀人的混蛋底全抖出来了 哪知众人听说这些事后反而不敢得罪他了 真不知道这孙子还有这么大的来历 就是 当过兵 杀过人 还有那么多事 得咱们别招他 招他指不定哪天就是一刀 死都不知道死谁手上 正说着 方子进来了 顺着我的 就有好 不顺着我的 我就帮死了嫩的 一命敌一命 众人也被方子的王八之气震住 转而纷纷支持起了刘方子 方子看到震慑目的已达成 就邀请大家晚上一起 咱们春元楼 好吃好喝 完了事 还是我的东 咱们找娘们去 晚上 大家跟着刘方子去吃饭 方子把赵二叫出来 告诉他要跟他一条心 你要是跟我不一心 我可就记起你跟你媳妇 对我的不好来了 并让他回去多骂他媳妇两句 没眼力 要不然你现在哪只是站宅门啊 酒足饭饱后又带着大家去逛摇土 在刘方子的威逼力又下 老宝子也不敢要钱 任凭大家玩乐 这使得本就没见过世面的巡警 对方子更是服服帖帖 福海这边晚上去找瑞子 两人在福海屋喝酒 福海借着酒精也对瑞子说出了那句话 两人抱在了一起 瑞子晚上也没回去 娘们呢 娘们呢 妈妈 我们来了 沈夜 一群喝醉的大头兵来找乐子 因为漂亮的姑娘都让巡警挑走了 老宝子没办法 只能吩咐管事的待会儿把房间灯调案 自己去旁边厢房把年老色衰的姑娘们叫醒 让他们抓紧时间打烂去接下这单生意 君爷顺手搂过一个姑娘 在脸蛋上亲了一口 你是不是刚从面袋子里的钻出来的 怎么抹那么厚的分 随即把老宝子叫来 让他端来一盆水 随手抓过一个姑娘 把脸按入水中 又换了另一个按入水中 看到这几个姑娘卸完妆的样子 君爷不高兴了 质问起老宝子 老宝子说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漂亮姑娘都被挑走了 君爷却不买账 三五成群的吆喝着自己上楼找娘们 正在睡觉的赵二被吵醒了 穿上衣服要去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 正说着 门被踹开了 君爷晃晃悠悠的走进来 看好了赵二这边的姑娘 赵二不愿意了 多说了几句 被大头兵们揍了一顿赶出房间 赵二出来后叫来了弟兄们 大火再次闯进了房间 君爷抬手就是一枪 打死了两个倒霉弹 方子听到枪响从睡梦中惊醒 连忙跑过来 此时他手底下的巡警 已经双手抱头蹲在地上色色发走 方子先是表明了自己身份 然后告诉君爷他们是打了巡警 哪知君爷对他们巡警身份压根不在乎 方子开始责备起招二 掩起了苦肉计 你们是干嘛吃了呀 老总进来没听见动静啊 听见动静就赶紧起来伺候着呀 老总们辛苦火气大点 咱们得受着呀 你们怎么那么笨呢 咱们巡警是干什么的呀 不就是给老总结妈 维持地面的吧 后面巡警也纷纷跟着服软求饶 君爷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 让人把他们放了 看到底下的人都没事了 方子也趁机上前跟君爷套起近乎 并安排好君爷的吃喝玩乐 君爷看到方子这么会来时 也让他走了 就这样 方子带着众兄弟逃过了一劫 如果换成福海 你觉得会怎样呢 爸 起来了 起来了 起来啊 方子带着兄弟们在会所忙活了一宿 福海也没闲着 在家里和瑞子也忙活了一宿 以至于早上都没起来看 还是顺子去叫的他 福海醒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趴窗户看外面 当被顺子点破找瑞姑姑后 还说看到瑞姑姑从你这出去了 你 你看见了 看见了 这么久了 终于又重新当了回男人 随即从枕头底下摸出昨晚挣的钱 让顺子自己出去买点吃的 当福海还在为自己的进步沾沾自喜时 顺手又扒开窗帘 看到了门口的花轿 他问大梁是谁家的花轿 大梁回答今天是瑞姑娘出格的日子 什么 瑞姑娘出格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这是 这时 瑞子出来了 我要出嫁了呀 说着端了一盘饼往福海屋走去 进去之前还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 福海也跟了进去 福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我昨晚不够努力吗 昨晚咱俩在那屋是小孩过家家吗 当瑞子说让福海娶了他 他马上就退了这门清 福海又怂了 这时举沈在外面催促瑞子派 瑞子才依依不舍地从屋里出来 福海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姑娘上了别人的花脚 咱们没枪还没刀吗 咱们三平台一个 这刀不是切豆腐的还能切别的 对 咱们干吧 被大头兵打死的三名巡警排到了警局 福海进到院子里看到三九城的巡警都围在院里 问赵二怎么回事 赵二回答是昨晚方子带地巡人去会所 碰到了一群当兵的 进来就打咱们的人 这不 打死三个巡警 福海问 那刘芳子呢 赵二说被局长叫进去吗 这回旋了 可能不光挨处粉 巡警都干不了了 福海听到这事 倒也乐意干那落井下石之事 跑到人群中一阵煽风点火 呼吁大家到局长那给个交代 局长这边正训着刘芳子 这下他难办了 我虽然得拔跌上头吧 可是又不能让附属太寒心了是不是 正说着 当兵的闯了进来 门口也架起了机关枪 福海还在暗自得意 想看看刘芳子这下怎么收场 可刘芳子早就想好了办法 他告诉局长 就说去会所的是乱党装扮成军官的模样 弟兄们去会所事去抓乱党 这样就把当兵的摘出去了 他走到外面 告诉军爷 当兵的一人一块大洋 排长以上一人十块 你们撤 这的是我们自己解决 当兵的撤了后 他把受害者家属叫进局长办公室 告诉他们一人三千块大洋 家属们听到这么多钱 也纷纷感激涕零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晚上福海回到家 外面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 瑞姑娘被人带回来了 那人告诉局省 瑞子已经不是大闺女了 要把这门亲事退了 局省听后 在院里向福海哭诉着这件事 看到福海怪异的表情 局省也明白了 大骂着福海是臭王八 福海也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瑞子出来劝着局省 局省却让他滚 一气之下 瑞子离家出走了 哎哟 西边门底下发现剧女士 三十多岁 福海在外面找了一天 也没找到瑞子 就到值班师问其他巡警有没有看到 这时 有个人回来说在西边门发现了一具女尸 大约三十岁 哪儿 你说哪儿 西边门往西啊 怎么家里有人走失了 福海听后 赶忙跑出去 坐上黄包车就要走 一个小时后 福海回来了 那人说他记错了 不是西边门 是东边门 对不住您了 见福海还想去 那人劝福海说 肯定不是您要找的那人 那女尸都死好几天了 都臭了 福海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当看到瑞子已经平安地回来时 福海一屁股坐在地上 心中的一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这时 大梁媳妇让福海进屋 想跟他说点事 福海偷偷摸摸地来到大梁屋 大梁两口子告诉福海 已经跟菊婶谈过了 只要你跟瑞子结婚 这不就你好遮白丑了吗 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 福海听后 也很高兴 跟着大梁夫妇去了菊婶那屋 菊婶看到福海也没给他好脸色 但毕竟生你煮成熟饭了 他也没办法 接下来就是丈母娘 见女婿的常规问题 你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 福海微微懦懦地回答到 一个月六千元 减掉火食费 分子钱啥的 就剩三千五百 举审不满意 就这么点 是 是少了点 可就这么个差事 我也没办法 回去让福海好好想想办法 多挣点钱后再来取瑞子 次日 福海来找赵二 向赵二打听站宅门 这差事怎么样 好 差事啊 不用跟大街上走来走去 听到赵二讲的绘声绘色 福海心动了 刘芳子 我不能像你那样活着 我跟你说福海 就你这这样脾气 一辈子到底 什么也不是 就是个厨 明明是来求芳子办事的 可福海的架子是一点也不小 吊着一张老脸 还得芳子陪笑 当知道福海是让他安排自己 站宅门时 芳子乐了 在福海眼里挺大的事 可在芳子那里屁都不是 福海受了芳子的恩惠 可嘴还是一点不松 我这是应得的 我干巡警干这么多年了 我就应该调配一个青森的差事 换了你 别的上次我也开得了这个口 而芳子也没跟福海一般见识 反而还告诉福海 钱 权 都给你留着呢 就等着你来药 可你却不要 只想去站个宅门 你这一辈子注定是个虫 次日 福海就和赵二去站宅门了 可上班第一天就被打脸了 被老爷训完 又被太太训 呸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嫌自个儿脏啊 原因就是管家告诉他 一会有太太要逛街 出来乍到的福海跑到院中 哪位太太要回事啊 太太 把太太听后不乐意了 告诉福海 院中只有他一位太太 其他的都是一太太 另外两位太太听到后 不愿意了 也出来互相嘲讽起来 没错姐姐 你细大 你脾气大 脏脉大 还有啊 费数大 你小 老爷可以讨四一态 五一态 可我永远是守卫 你们就加在中架子 没关系啊 老爷不理我了 我还有儿子啊 我儿子可以陪我玩啊 可以给我解脉啊 哟 母鸡会下蛋 也算本事了 你年轻啊 你怎么不生养啊 那还不是以前 大内侠 半多了 弄坏了身子 你想生 你生不出来 你肥不甘地 你别打开吞饭呢 福海尴尬地站在中间 任凭两位太太打口水仗 这时 管家满脸堆笑地赶来 劝开了吵架的太太 把福海也训了一顿 福海低头丧气地回到宅门前 赵二告诉他 占宅门挨骂是正常的 又告诉他这三个太太中 大太太娘家势力最大 老爷不敢得罪 二太太有个儿子 母嫔子贵 三太太以前是个战阶的 还被我们弟兄抓过 后来不知怎么的 变成了三太太了 接着又告诉福海三太太 对自己最好 平时没事还送自己点东西 福海也明白了他俩的关系 你又是马 快趴下 我提你 我让您骑 这就没见过这么窝囊的巡警 去找黄包车 人黄包车还不拉 说要休息一会儿 而第二辆更牛 说让福海等一会 我说等什么也等 你拉车还挺牛的是不是 好说歹说 车户才跟着福海去了许宅 二太太在门口等半天了 早就憋着火呢 看到福海来了 大声训斥福海不会办事 福海这个时候认个错就得了 还非把责任推到黄包车身上 没用的东西 连个拉车的都降服不了 看到车子都走了 福海回到宅门还想休息一下 你干嘛去 我喝口水啊 跟着跑啊 废话 可不跟着跑 跑出了一里地 太太叫停了车子 你这是笨哪啊 二太太 你有什么分布 你这是笨哪 对啊 咱们笨哪啊 笨哪你先问我呀 你怎么这么笨呢 福海又被熊了一顿 到了前门 车夫应嫌给的钱少 拉住福海不让走 还嚷嚷着不行 就让福海把自己带橘子里去 福海也是窝囊到家了 自己掏钱补齐了车钱 二太太量身的时候 小少爷让福海趴下 说要骑他 福海说自己是巡警 还穿着警服 怎么能当妈妈 巡警怎么了 说不让你当 你就当不成 趴下 福海只能委屈地趴下 为了多挣这几块钱 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 吃饭的时候 福海买了块酱萝卜 六个烧饼 回来却装出很饱的样子 对赵二说自己吃的肉骨烧 老豆腐 羊杂汤 等到赵二走后 才喝起凉水落个水泡 这我得好好看看 没想到啊 这北京城里边 还藏着这么多漂亮闺女 福海总算开窍了 买了上好的鼻烟 拿给管事的 赵二爷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这哥哥总算会办事了 福海求管事的 以后要是太太有个什么事 提前知会声 收了李的管事的 痛快地答应下来 从此有了管事的帮衬 福海的工作 也越来越得心应手 方子这边不知何时 与市长攀上了关系 知道市长喜欢钻石 特意送了一块大钻石给市长 市长 上次军队 违警察局那事 给您可添了不少麻烦 您把局长也给撤了 那局长这缺 你就放心吧 这事 搁我心里了 有了市长的帮忙 刘芳子也顺理成章地 当上了局长 春风得意的刘芳子 也不忘给自己 取上一房媳妇 此时她的办公室 已挤满了说媒的人 都争先恐后地拿着照片 向刘芳子 介绍自己手中的笔记资源 刘芳子让他们后退 自己拿着照片 一张一张地挑着 突然 她眼前一亮 拿出一张照片 问这是谁拿过来的 那个媒婆说 这张人家已经定亲了 自己拿错了 刘芳子让其他人先回去 把这个媒婆单独留下 问这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媒婆说叫凤英 我就要她了 媒婆这可为难了 这不坏了规矩了吗 在方子一通威逼力又响 媒婆还是答应了 此时的凤英 还在家里想着情郎 惹得身边的小姐妹 一阵调笑 这时 媒婆来了 告诉他们这个小伙子 手脚不干净 还和街上的女人 勾勾搭搭 让他们赶紧退了这门亲事 凤英娘赶紧去找她爹 商量去 可凤英还是不愿相信 一到六条 想把人家送出了钱 还把人家黄花归 你这刀子 你还问我们 为什么拿你 就凭这一点 当面宰了你 都不冤枉你 长官 说话的凭良心 一大早 媒婆就去找刘芳子 我是照您哪 教我那么说的 可是呢 人家不信呢 这两边啊 串了共了 互相这么一照面 哎呦 这个男的家呀 更厉害 砸了我家的门还不说 还非得让我说个明白不行 最后说完 媒婆还劝刘芳子 不行就重新给她找个姑娘 刘芳子让媒婆出去过几天 自己有办法 打劲起 你要是给我露出一个字去 你就甭打算再跑腿挣钱 说完让人叫进来两名巡警 问他们六条的内启柱是抢劫案破了没 弟兄们正在蹲着呢 正在补呢 方子让他们都回来 随即给他们一张照片 让他们抓这个人 您是怎么破的 当天晚上 巡警们就闯入这个人家中 你叫福安吗 抓的就是你 福安问为什么抓他 巡警告诉他 六条友一起入室抢劫就是你干的 经过一夜的毒打 福安就是不松口 你招不住 我冤呢 刘芳子过来查看事情进展 得知福安还没招供 就让他们抓紧时间 其中一个巡警告诉方子 好像确实不是他干的 那个贼脸是刻着我是贼大字 当差当这么多年 怎么越当越糊涂 这两个巡警也立下军令状 就一天 让他全招 次日 方子坐的车被凤英 还有福安的家人当街拦下 方子看着凤英的风野劲 似乎又想到了大妹 方子下车扶起他们 告诉他们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 随即叫来那两名巡警 问起事情进展 要是还拿不下来 以后我就办你们个错抓好人 让你们当不成差事 快去啊 是 方子也来到牢房 看到福安还是不招 走到福安面前 淡定的拿起一根钉子 朝着手臂定了下去 福安再也受不了了 最终驱打成招了 凤英娘也在家劝着凤英 让她忘了福安吧 她是个贼 可凤英就是不信 信不信呢 也由不得你 我倒是不相信呢 可是她白纸黑字 给人家画了鸭了 媒婆这时也劝着凤英娘 抓紧把凤英许配出去 免得别人说闲话 还说刘局长看上了凤英 在媒婆的一顿忽悠下 凤英娘想了想 还是答应了 有刘方子这样的兄弟 做梦也会被笑醒 钱 跟我说呀 只要你跟我说 甭说娶一个老婆 娶十个 我都替你办了 摊上浮海这样的兄弟 我就一个字 滚 方子好心来看顺子 还给顺子带了吃的丸的 浮海却不领情 要赶方子走 方子在一边坐下 他告诉浮海 瑞子是个好姑娘 你应该早就娶了她 为什么不娶她 是因为钱吗 钱不够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啊 可浮海冷着脸拒绝了 方子见浮海没给好脸色 又跟他说了另外一件事 还在上学的事啊 顺子也趁机跟浮海说 二叔答应让他上学 还给交学费 给点薪钱 方子这也算是办了件好事 可浮海就是看着方子来气 还说方子是来捣乱的 方子不服气 非得跟浮海好好掰扯掰扯 反正我跟顺子说了 你要是答应 他明天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 你要是不答应 那也成了 顺子也跑过来说他要上学 浮海不好拒绝 也没应声 方子趁机提出 要带顺子吃螃蟹就当庆祝 爸 我没吃过螃蟹 你就让我吃一次 受了气的浮海这时 却拿孩子出气 你水野狗的 谁家扔口野食 你捡过来就吃吗 你问过我吗 你问过我吗 你要这些东西 瞧你这手点心渣子 瞧那么一看烂玩意儿 然后把顺子推到床上 顺子口中的点心正好卡在嗓子里 半天没有爬起来 俩人发现了不对劲 赶紧过去把顺子提起来 这才把卡住的点心吐了出来 明明是浮海推的顺子 这时候却怪起了方子 都什么你惹的话 还说呢你 董事的顺子见俩人 因为自己吵了起来 便说不吃螃蟹了 浮海想了想 叫住刘芳子 说他们去吃螃蟹 走到院里 举审叫住浮海 说他仔细想了想 决定不为难他了 让他选个日子就跟瑞子成亲 浮海听了很高兴 这个时候 远离北平的口外 十几年不见的大妹出现了 浮海跟瑞子能成婚吗 还是最后跟大妹复合 关注我 这是女人第一次打枪 当年 抛下丈夫和儿子 偷偷跟男人跑到口外 男人却背着他与别人打扑克 他没脸回去 只能流落口外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他以摇身一变成为了团长太太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疯癮 姑娘家家的 却喜欢骑马 晚上 他拿出已经泛黄的照片 这照片正是他临走前 拿走的全家福 这人正是大妹 这时 团长进来了 他慌忙把照片收好 团长告诉他有个天大的好事 要换房了 大妹问换哪了 团长说北平成 大妹一听北平就乱着 咋的了 咋一说回北平 你的脸就搭了 那像吊销死的呢 没事 小妹气喘吁吁的跑回家 告诉二老他姐回来了 他爹还不信 当小妹保证真回来的时候 他爹抄起棍子就要出去 这时大妹进来了 跪在二老面前 说对不起他们 你对不起我们倒没关系 你真对不起你爷们和你的孩子 大妹问福海他们现在在哪 他爹不知道 小妹说自己去过他家 知道在哪 大妹求小妹带自己过去 此时的顺子正被一帮孩子欺负 瑞子出来赶走了他们 顺子这打嘴炮的功夫紧随他吧 大妹跑过去叫着顺子 顺子走过去 大妹一把抱住顺子 顺子不明所以 还向瑞子解说旁边这个是他小妹 瑞子问那位是谁 小妹忙回答是她的远方亲戚 这时顺子也推开了大妹 举审出来把顺子叫回去吃饭了 瑞子此时也猜到了这人是顺子的妈妈 大妹临走前祈求瑞子不要告诉福海他来过 瑞子答应了 你是我见过的最没出息的男人了 我们瑞子看着你什么了 真不知道他上辈子欠了你什么 我的废 刘芳子带顺子去吃螃蟹 顺子长这么大第一次坐汽车 一会按按这个 一会拍拍那个 一会又拉开窗 看到顺子这么高兴 福海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因为顺子的快乐跟他无关 全是刘芳子给他 一路上福海沉默无语 芳子教育顺子 御事不要怂 有人欺负自己 就盯准一个人狠狠地揍他 让他们以后都怕你 福海却教育顺子御事别惹事 饭桌上 福海已好久没吃荤腥 肚子受不了为由 坐在旁边桌子喝茶等顺子吃完 芳子一直想跟福海说他要结婚的事 可福海一直没给他机会说 回去的路上 顺子求福海让他以后不要对二叔这么凶 福海说我让他欺负得差点死 我还对他凶 顺子问了他为啥对咱们这么好 福海几次话到嘴边 还是咽了下去 没告诉顺子他妈被拐跑的事 只是顺子问起他妈的事实 福海只是说被汽车撞死 回到家瑞子把星座的被褥一扔 一脸的闷闷不乐 福海问瑞子怎么了 你以为我真的没人要了 睡得上杆子 白给你啊 福海把顺子知道举什么 瑞子告诉他 你原来那位 回来了 福海一脸的不相信 你放手 这不可能吧 瑞子问福海要是他回来你怎么办 可福海一直不肯正面回答 在逃避这个问题 当得知大妹已经与顺子见过面了 福海大晚上的非要出去找她 看到福海这么激动 瑞子生气了 认为福海心里还是想着大妹 我想她 我 我想着她 我恨她 我恨她这辈子害了我 不是她 我这辈子没这么倒霉 我不会让人看着这么可怜可笑的 眼看福海还不正面解决这个问题 瑞子生气的要回去 福海拉住她 让瑞子给出个主意 我给你出主意 亏你想得出来 瑞子伤心的跑回去 菊沈过来质问福海 福海向菊沈保证对瑞子是真心的 有了福海这句话 菊沈就放心了 起身要走 领了福海又来了句 她要回来了没了去处 非要回我这儿 我很不能把她赶借上去吧 菊沈这下是真生气了 不想跟福海多说了 你是我见过最没出息的男人了 我菊沈看着你什么了 真不知道她上辈子欠了你什么 我废 我想好了 我再也不能这么活着了 我再也不能这么苦着自己了 我苦了自己 我便宜了谁呀 女人在街上闲逛 竟然偶遇了被自己抛弃的前夫 你是 大妹 你是大妹 福海 福海一时不敢相信腿一软 扶着墙慢慢坐下了 大妹急忙把她扶起来 这时大妹的现任胡子哥出现了 要拉着大妹去听戏 还问前夫哥他是谁 大妹谎称是远房表哥 一听是自家亲戚 胡子哥不由分说也拉着福海上了车 要一起去听戏 当得知大妹已经成了团长太太时 福海在车上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以差事为由下了车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后面的汽车按喇叭也没听见 把福海撞倒在地 下来两个当兵的 对福海一阵拳打脚踢 然后拖到了马路边 醒过来的福海坐着黄包车回到家 福海坐在炕上 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他决定了 从今往后 他只为顺子和瑞子活着 瑞子听后 笑福海终于开窍了 正要给福海做饭去 这时 大妹进来了 福海当着大妹的面说 他喜欢的是瑞姑娘 大妹说 我不傻 看得出来 我也希望你们能在一起 顺子也好有个照应 然后求福海答应他见识 当得知大妹是想带两天顺子时 福海不答应了 以为大妹是来拐待他儿子的 十大体的瑞子却把顺子带过 把福海拉出来 让他俩单独的带一回 也好弥补一下大妹这十年来的遗憾 要不说母子连心 顺子和大妹也很快熟络起来 他们从四九城聊到口外 从白天聊到天黑 临走前 大妹不舍的抱着顺子 告诉他记住他说的话 然后就走了 福海问顺子都说了什么 顺子说他让你早点娶了瑞姑姑 让我听你的话 对了 还给咱们留东西了呢 顺子进屋拿出手镯 说这是给瑞姑姑结婚的 然后给了福海一个包袱 福海打开一看 正是之前的那张全家福 我告诉你啊 刘芳子要娶媳妇了 真的 真事 立马就办事 刘芳子要娶媳妇了 警察局长要结婚了 那排场可够大的 就连市长也前来祝贺 几天前 赵儿管福海要两块钱分子钱 福海却嫌不 赵儿说 还有比这交的更多的呢 当福海得知 刘芳子要办事 他还好奇 刘芳子没爹没妈 家里是死了什么人了 不是你这人就不往好处 琢磨人家 我告诉你啊 刘芳子要娶媳妇了 大妹这边自从回到北平就一直闷闷不乐 胡子哥看出了不对劲 问大妹是不是有事瞒着自己 大妹说是有一件事瞒着他 自己在北平有一个仇人 让胡子哥把他抓起来 胡子哥还以为是啥事呢 当听到是要抓个人时 当即掏出自己的枪 结婚这天 方子府上张灯结彩 北平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了 哎呦 市长 市长 这边亲自来了 方子一边把市长请进宅子 一边拍着马屁 市长却对这宅子赞不绝口 我说刘芳子 你这宅院可是够阔气的啊 方子投其所好 说结完婚就把宅子送给市长 市长一开始不要 以免别人落下受贿的口实 在刘芳子马屁公事下 市长才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接得完市长 刘芳子又吩咐福贵 一定要把新娘子接来 哪怕动用巡警 谁说 新娘子这边也已经在路上了 一路上哭哭啼啼 但好歹是暗示山道了 福海本来是不想来的 但因职务在身 跟赵儿陪着徐次长也来了 方子看到他们来了 也很高兴 但福海依旧没给方子好脸色 不就是一女人吗 今儿我都还给你 我把就是娶的那个女人 给你 行吧 男人结婚 却让自己的好兄弟入洞房 前提是让他俩之间的账一笔勾销 接着上回说 老实人就活该受欺负吗 福海是跟着徐次长来的 按理说是听命于徐次长的 可门外站岗的兄弟进来偷懒 寻长看到福海在这闲着 就让福海出去站会岗 福海推脱不了 背着枪出去了 看到来来往往贺喜的宾客 镜里的手就没放下来过 刘芳子喝得醉醺醺的来到洞房 凤英看到他这个样子 推开了他 刘芳子却喜欢这样 有点风眼镜 有味 我喜欢 这点像大妹 凤英问大妹是谁 刘芳子说大妹是我把兄弟的老婆 而我却偏偏拐走了兄弟的老婆 别以为我拐走了把兄弟的老婆 我就得意 其实这事毁得最厉害的是我 凤英求刘芳子帮他的忙 如果帮了以后会死心塌地的跟着刘芳子 刘芳子问什么忙 凤英说放了福安 他是个好人 是被冤枉的 我什么都能答应你 看你了 凤英听到这话 走到床前 解开衣服 等待芳子享受 可芳子却说 今天就没打算碰她 芳子找到福海 想要把自己新娶的媳妇让给福海 这样拐待大妹的事就两清了 可福海压根不领情 骂刘芳子不是人 我就想把这女人给你 我跟你那笔账两清 行不行 刘芳子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福海拉到屋里 福海却劝着新娘赶紧走 刘芳子见福海在屋里不办正事 拉着福海就要出去 这时碰到了门外的大妹 芳子见到大妹还活着很高兴 而福海却很淡定 大妹缓缓从包里抛出手枪 要杀了刘芳子 算是给福海一个交代 这时 赵二进来了 赵二 把他降下了 枪掉到了地上 三人急忙上去抢枪 慌乱中 不知怎跌 扣动了扳机 大妹死了 缓缓倒在了福海怀中 从此福海跟刘芳子之间的仇恨更深了 我告诉你 赵二说了就是你 因为相信大太子要给你拆手 你把他给卖了 赵二媳妇来求芳子 让他救救赵二 芳子想到受伤时 赵二媳妇赶他出门 没给他好脸色 拿出钱给他 让他给赵二订付好棺材 打发他走了 赵二媳妇哭哭啼啼的找到福海 告诉他赵二没救了 拿出芳子给的钱 让他给赵二订付好棺材 你他妈傻呀 你爷们还没死 你订什么棺材呢你 福海没有放弃 他又拉下脸去找刘芳子 看在咱们结败的份上 好歹咱们也是难成三伙 刘芳子说这回他是自己找死 谁也就不了他 我求你 你办不办 刘芳子问你求我 跟其他人求我有什么不一样 你欠我的 刘芳子听到这话 质问起福海来 你以为大妹的死 还让我心里不安生啊 没有啦 别以为我不知道 要不是你告诉大妹 大妹那天能去吗 她能死吗 福海无话可说 第一次叫了芳子二弟 二弟 我求你了 芳子答应了试试 晚上芳子来到福海家 告诉他们 命是保住了 可得留下他一条胳膊 打卖以后 再也没见到过赵二 福海又回到街上 当起了巡警 顺子也退了雪 冬去春来 改朝换代 换的人都麻木了 这天 福海正在地面维持治安 一辆官车缓缓停在福海面前 福海 你还记得我吗 福海 你还记得我吗 吴先生啊 曾经的教书先生 变成了国民政府的秘书长 福海对于吴先生 当年被抓疑是一直深感自责 吴先生却不怪他 都是那刘芳子 你放心 我绝不会放过他 然后让福海坐上自己的车 让福海也风光风光 路上福海问怎么处置刘芳子 福海 你就瞧好吧 刘芳子一路小跑来到车前 打开车门 顾着吴先生下车 吴先生没给他好脸色 刘芳子当即给了自己俩个大嘴巴 吴先生自然不吃这套 甭跟我耍这种江湖手段 叫着福海跟自己进去 跟众人介绍起了福海 显而易见 吴先生是想提拔福海当局长的 可话没说完 刘芳子打断了他 刘芳子打断了 我有个请求 该给您排位队了 这不这吧 这事我做主了 给您排八个人 四平随总 四平开门 前进的时候当大官的 都有顶马开路 我再给您排四平马 吴先生对着有点兴趣 让他接着讲 您现在公务繁忙 这么做 一来收拾好总 二来能搭着帮您办点工事 芳子还快人一步 抢先推荐福海当警卫队长 吴先生对芳子的安排满意极了 看到吴先生高兴了 芳子这时才向众人说起 以前得罪过吴先生 现在想辞这个差事 而吴先生见刘芳子 给足了自己面子 自己的虚荣心 也得到了极大的满意 也没追究之前的事 还给刘芳子升了职 人情世故这套东西 是让刘芳子玩得滴水不漏 福海升了职 何瑞姑娘的亲也成了 晚上 吴先生盖着芳子前来贺喜 借着这场喜事 芳子告诉福海 这么多年 咱俩的仗也该清了吧 许是大妹已死 许是福海大马得起 也已成婚 这么多年的恩怨 都在这杯酒 一饮而下 转眼顺子也长大了 整天在外面 跟着学生瞎混 福海看不过去 从前最看不上的臭小军 现在因为自己 当了个小官 就让顺子去当巡警 顺子不愿意 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他妈的 刚过几天好日 小日本又跑来捣乱 好好捣上你待着 你跑中国来起什么哄啊 顺子跑出家后 找到了爱国青年证明 向他倾诉自己 也想跟着他们干 可他爹非让他帮巡警 郑里告诉他 当巡警挺好的 干大事个行 都得有咱自己人 消息多不数 凡事还有个照应 听到他这么一说 顺子还觉得挺有道理 第二天 顺子就告诉福海 要当巡警了 福海也不明白 顺子为什么一夜之间 就想通了 他也不想弄明白 再说了 但巡警在不计 也是个差事 有个差事就干着得 福海心里 还有自己的小九九 那就是改观 以往在顺子面前的窝囊样 让顺子也看看 他爹起上大马 威风扒面的样子 方子这边接到通知 说又有学生反日急回 让他们马上派巡警过去 顺子知道后 谎称自己拉肚子 大部队走后 自己则先任一步 去给郑里报信 郑里这边正在反日宣论 顺子告诉他 巡警一会就来了 让他们赶紧去 郑里则谢绝了他的好 想跟巡警正面会议 让顺子抓紧走 别暴露 然后隔去安心部去 让他们不要怕 这时 刘方子带人来了 不得不说刘方子的言语 同学们对我们巡警 是真有诚见的 所以 我就更想说几句 我说的第一句就是 中国 不会亡 中国不但不会亡 而且谁要是说中国会亡 我就把他抓去 我是反对王国论的 我不相信王国论 下面的同学对胡一愣一愣 刘方子开始侵入正题 既然中国不会亡 那么学生的职责就是读书 读书才能做过 眼见同学们要对刘方的习乱 正面赶紧拒绝 同学们 同学们 他这是最坏的王国论 同学们开始议论起来 刘方子见好好劝说不行 换了种态度 好了 我刚才说的是中国不会亡 现在我跟你们说说咱们的事 中国尚未宣战 凡是影响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机会 都是被政府所不许的 这一次 只当我没看见 如果再有类似的机会 巡警队是要管的 我也是不客气的 让同学们都散了 却吩咐手下把那几个带头的给抓了起来 你不能学你爸爸 你辈子没出息 你得学我 刘方子把带头的几个学生抓回局里 叫进来几个巡警收拾他们 顺子看到后 想溜 却被刘方子叫主 告诉他要学会打人 拿这些人练练手 顺子不答应 方子就亲自打给他看 郑里不想让顺子为难 也劝顺子 朋友 巡警朋友 你打我吧 我不进你的仇 你打吧 顺子疲惫的回到家 福海问他发生了什么 我想杀人 顺子说流方子逼着我打我的朋友 还说我像你一样没出息 他妈的这个流方子 他几晚老子又来欺负我儿子来了 顺子告诉福海不想当好人了 好人永远受欺负 而福海则说了他这辈子最在里头 好人哪 那是没得势的人 好人要是得了势 一样得变坏 他拿吴先生来说 以前是多好的一个人 有学问又体恤穷人 得势后 我想啊 这好人得势 那不得把流方子给他 天下不得变人了 可看看现在 他跟流方子还一起 告诉你儿子 这天底下就两种人 阔人跟穷人 那阔人呢 永远不会是穷人的朋友 顺子却不同意他老婆 他认为正义他们就不会跟游戏住 这时 瑞子进来 他也赞同顺子 也跟顺子提了给他找媳妇的事 顺子虽然心里有了 但怕他把失望 也同意了这门心事 合着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时候 你们在北平待着 北平有了事了 你们转身就想走啊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小日子长得起来 吴先生此时正在收拾东西 前往南京 说的好听也是富民 实际是逃命 早之前还不忘说一顿冠冕堂皇的场调话 富民政府是绝对不会抛弃大家的 只要大家忍耐一时 北平早晚还是咱们中国的忙 至于 什么时候拿回来 我也说不好 再保重 富海拦住他 不能让日本人打进来呀 你想想 要是日本人打进来 还有咱中国人的好伙子是吗 吴先生学说这就不是我的问题 国家肌肉太深 我也没办法 富海还是拦住他不让我 这时的吴先生露出了真面目 走个屁 你的臭巡警 难道我想走吗 国家的事你不懂 吴先生 你骂我呀 我骂你还是轻的 这个时候难道我需要你个臭巡警 对我治愁还走吗 滚开 吴先生跑了 富海他们也没有了保护的人 在街上骑着马 想到国家现在这样 他们还趾高气昂的骑着马也不合适 于是大家都下来牵着马回局里 看看怎么安排 刘芳子这边正在等着小日子的特使 小胡子开门见山 说日本军队马上要进驻北京 刘芳子也明白什么意思 他说巡警的责任就是维护地面 甭管谁当政 他们都不能让地面乱了 小胡子听后也很高兴 有意拉拢芳子 问他对职位有什么要求 我们知道你很能干 我们就喜欢能干的人 中国 为什么败给日本 就是因为中国不能干的人 还在当政 这样的国家 能不败给日本吗 刘芳子也认同他的观点 但他还想当这个局长 只负责维护地面 其他的什么都不管 送走了小日子 刘芳子来到大堡 告诉郑里小日本人 让他赶紧走 我是一身脏了 起不干净了 甭说日本人 什么人来了我都得刺 你们不必对 你们可以走 通过这事 政理倒是对刘芳子有不懂 胡海回到家 你这一张脸 自言自语要亡国了 你说那小日本能比咱多点神面 咱中国人 一人一口 吐沫也能把他淹死 你说是不是 对子说关键是谁来吐第一口 胡海又开始口喊了 要不是有你 顺子还有儿媳妇 我就去吐这第一口 没想到瑞子不但过来 还支持他要跟他一起去 胡海马上又认走 这事 顺子回来 他说不当寻警官 要走 要杀鬼 胡海虽然心有故事 但顺子是去干大事 也没阻碍 目送着顺子离开 哎 你逞什么能啊你 你要是铁了心的跟日本人干 你放不着辞差时啊 你拿赶枪 跟日本人玩面前 最差 拿把刀也能剁个日本人吗 胡海带着衣服去警局赐差事 却看到大伙也都聚集在此 他以为大伙都跟他想一块去了 没人要赐差事啊 那是干嘛来 听劲啊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胡海没好气的说 衣服一浇 回家 大伙却各有各的难处 也有同事劝胡海不要辞掉差事 谁敢私自离党 就算凡日分子 胡海还妄想跟小日子讲道理 这日本人不能这么不讲理吧 我不伺候他 我有什么罪啊 这时 刘芳子进来了 他简单跟大家交代了几句 大体意思就是 一是我给大家把饭碗保住了 二是小日子来了 大家不要招惹他们 三是遇到是能汤事就汤事 犯不上位几块钱把自己搭进去 胡海把衣服扔到方子桌子上 转身就要走 被方子叫住 我不干了 方子问你不干了 我怎么办 你当你的官啊 反正你这人机灵 改朝换代正是你撒花的时候 方子不想跟他废话 让他拿衣服到后勤处换身衣服 还是回来干巡捷 胡海还是一根筋 方子好心的劝着他 凡是在这个结构眼上不干的 回头都是反日分子 听我的 把衣服拿回去 苗儿会举例上开 晚上 胡海出门拿东西 却碰到了许久未见的赵二 赵二 哥哥 是我 看到赵二这样 胡海惊喜中又带着心酸 忙邀请赵二去家里做作 瑞子看到赵二也是很高兴 哥哥 这是该叫 枣子了是不是 枣子 赵二还是跟以往一样客气 当得知 胡海结婚找他找了好久时 他还一口一个的我的不是 胡海问他这些年都去哪了 我成亲的时候找过你 顺子成亲也找过你 但都没找着 没脸 赵二诉说着这些年的遭遇 孩子病死了 媳妇也跑了 房子也让人脸了 后来去了口外 捡破烂过日子 这不前两年刚回北平 胡海问他怎么不来找我 赵二说自己在街上也看到过你 骑着白马 那叫一个神器 没脸叫你 怕给你丢人 瑞子也端上韭菜 让他俩今晚好好续续酒 赵二问起顺子呢 胡海说小日本来了后 他就走了 沉默良久 胡海问起当年的事 什么话哥哥 当年跟三一泰那档子事 但是我自个儿不小心 然而给看了 哥哥 过去这么些年 咱哥俩谁都不提这档子事 不得不说赵二是真拿 浮海当兄弟 浮海当年无意间的出卖 害得赵二家破人亡 还断了一条胳膊 赵二不但不恨浮海 还把责任揽到自己这 以减轻哥哥的心理负担 但接下来兄弟二人就反过了 这个我们下集再说 可是为了这个 你就去当汉奸 那人们因为这个就瞧得起你了吗 可是我要成了日本人的红人呢 这帮孙子至少怕我对不对 他们恨你 谁爱过你呀 可我问心无愧呀赵二 我就问心有愧呀 上一秒兄弟二人还其乐融融 有说有笑的 下一秒二人却反目成头 要割袍断意 赵二告诉浮海 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这日本人一来 我出头的日子就到了 浮海不明白了 赵二说你想想啊 我赵二在北平就是一臭狗屎 谁不知道我的底 可日本人不知道啊 他需要人 以前得失的全不管用我 比的就是谁忠心 我赵二就是对日本人忠心 浮海看出来了 赵二真是想当汉奸 再三劝阻无果后 浮海跟赵二翻了脸 你给我滚 转眼日本军队进城了 巡警都被安排维持治安 老百姓也被逼着 拿姨妈金家道欢迎 汉奸们不断地往地上撒着糖 不明就里的小孩上去疯抢 看到这一幕 浮海心里感叹道 真是丢脸啊 日本人踩在咱土地上招摇 我还得给人维持地面 丢中国人的脸啊 我做不了英雄 但也绝不当赵二 大街上挂满了姨妈金 浮海还是像往常一样巡逻 这时 他看到了赵二 急忙闪身躲开 赵二也看到了浮海 追上了他 你呀 怕我呀 见着我就好 可浮海不想搭理他 我告诉你浮海 是你先不跟我讲教训的 赵二问起了顺子的事 浮海没有搭枪 赵二就一件件 说起顺子做过的事 临走前还告诉浮海 如果顺子回来就找找他 我跟他谈谈 没事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不会为难他 去吧 我说你提点音笛行不行啊 我连炒菜的锅都搭上了 日本人打仗需要子弹 就让巡警到各家各户去收铁 浮海嘴里骂着汉奸 可他干的是比汉奸差不了多少 把大爷逼得甚至要把门上的料调拆下来 往日繁华的街道 现在除了巡警和偶尔路过的人力车 也没几个人了 街面上倒是新开了许多的大烟铺子 人们三三凉凉 躺在炕上抽着大烟 醉生梦死 小日本的居心何其歹毒 这是想从内部瓦解铭心 打垮人们的身体 从而不费力地占领中国 浮海晚上也睡不着 担心顺子呢 瑞子劝他顺子服大命大 不会有事的 此时的顺子经过多次的历练 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他已渗透进北平 前来接他的正事之前的证明 他们决定暗杀负责卖混合面的日本商人 赵二这边来到了警局找到方子 方子自然知道赵二的事情 看到赵二来了 就想躲着他 赵二叫住他 提起当年的事 一条胳膊换一条命 你觉得不值啊 他还恋恨当年要是刘方子把他放了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少一条胳膊 不过话又说回来 要不是你们当年把我逼到局 我还到不了今天这份 他来找刘方子是要让他帮忙的 帮着他抓反日分子 有反日分子的线索别告诉日本人 先告诉我 我得在日本人面前露脸 刘方子答应了 你机灵方子 我比你横 你不肯得罪我 日本人来了 我才知道 中国 为什么受人欺负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我这样的人 浮海灰头土脸的拿回一袋混合面 就这还是巧的呢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混合面 混合面是一种极烈质面粉 主要成分是糠饼 皮壳 豆饼 混合面本来是卫生口用的 抗日战争时期成了北平市民的主要口粮 而顺子此次来北平 就是暗杀负责贩卖混合面的日本商人 他跟郑里提前来到日本人的必经之地 看到汽车来了 他慢悠悠地走到车前 掏出手枪打死了日本商人跟一名日本官员 之后离开现场 就在郑里还在为杀死日本人而兴奋时 顺子告诉他 因为刚才郑里叫他名字了 他暴露了 得马上走 福海这边和瑞子回到屋 打开灯 看到顺子后欣喜万分 而顺子此次是想带他们一起走 可他们不想拖累顺子 没跟他走 临走前 顺子还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次日 赵二来找方子帮忙抓人 不能是他吧 赵二说全程叫顺子的抓了上百人 可没有一个承认的 准是他了 方子又问如果真是他你怎么办 抓 我不抓有人抓 这么说着 福海进来了 赵二开门见山 福海也不都圈子了 询问赵二是怀疑我儿子 打死了那个日本人是不 福海 你真是不说瞎话的人呢你 福海也说了这一辈子当中 最霸气的话 我这辈子 第三下司的做人 我撒谎 我躲事 可这事从来就没躲过我 你知道 我要挺直的腰杆 我说句真话 我要堂堂正正的 做一回男人 福海让赵二把自己抓起来 就当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也算没白兄弟一场 赵二已红了眼眶 从牙缝中挤出句话 你他妈真拿我不当人呢你 其实从这就能看出 赵二是不想抓他们的 他还念着兄弟情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想让两位哥哥瞧得起自己 不管话说得多狠 多绝情 赵二最后还是没动福海一家子一根猫 可福海这一家子最后却死在了日本人手上 没了 三条里全没了 我这一家子 我这一家子 福海孙子病了 而媳妇桃红去买药 接连找了几家药铺都关着门 这时桃红看到后面有几个喝醉的日本人 吓得急忙用围巾把头包起来 荒乱中撞到了正在巡逻的山本得福 对不起 对不起 桃红在前面跑 德福等人在后面追 瑞子听到了敲门声 急忙去开门 这时的日本兵也一拥而上 邻居大梁拿着菜刀就要出去 走到门口就停下了 他明白他是拼不过那些日本人的 出去只不过白白送死 那些日本兵已经把桃红抱起来扔到了炕上 德福也像一只发了情的禽兽 这时瑞子抄起板凳砸在了德福的脑袋上 德福有点懵 反应过来后抓起刺刀哭哧 瑞子亮亮呛呛地走到门口 想喊人帮忙 却跌倒在院里 嘴里不停地喊骂 举沈听到后 爬到瑞子身旁 瑞子话没说完 就咽气了 举沈经过这么一击 也随之而去 晚上 方子带人来到福海家 福海此时已欲哭无泪 手下捡到一张证件地给方子 应该是施暴的那个日本兵落下来 方子装进口袋 让手下好好看住福海 不要让他做过鸡的事情 自己则回到了警局 把凤英叫了过来 此时的凤英已经成了 烟不离手的贵妇人 他与方子在一起 也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 方子告诉他还记得 以前的那个福安吗 他不是贼 是冤枉的 这是是我干的 你要是还要他 就跟他走吧 说着拿出钱给他 告诉他福安就在门口等着 让他们到一个 没有日本人的地方去 安排完这一切 次日 方子就带着礼物 去了日军司令部 这是方子最壮烈的时刻 方子孤身一人 带着礼物来到日军司令部 军官问他是什么的干活 方子回答到 昨天有一位太军到城里玩 看上一位花姑娘 把证件落难了 太军说花姑娘不好 把我们的人打伤了 方子借机提出 要把礼物送给那位太军 以表慰问 你抵 讲礼貌 军官看他这么有诚意 让山本得福过来了 方子拿过得福的证件 双手递过去 却故意掉到地上 急忙弯腰俱剪 直起身世不知何时 手上多了把枪 先把杀害瑞子的 那个日本兵击毙后 再把在场的 其他日本军官杀死 想自我了断时 枪里却没了子弹 福海拿着赵二给的 通行证来看方子 此时方子已被日本人 打得不成人样 满口的牙也被打疯了 就连喝口酒都成问题 福海看到方子这样 心里很不好受 他告诉方子 本来应该是我 去找日本人拼命的 你这么做不是 更让我瞧不起自个儿吗 我欠你的态度 我不能再欠人家瑞公 瑞公 我嫂子 那可是救过文明的人 二人又想起了 小时候结拜的情景 方子叫了福海一声大哥 福海叫了福海一声二弟 二人心中再无隔阂 临走前 方子知道福海带了姐要过来 让福海把药货进酒里 然后让福海赶快走 走出牢门 福海心情复杂 还想再回头看一眼方子 别回头 好好活着 刘方子死了 福海又捡起了手艺 为他扎了纸活 他没给中国人丢脸 原先的是不提了 这人死了 这兄弟我倒认定了 为了怀念刘方子 福海给他孙子起名 也叫方子 纵观刘方子的一生 他投机取巧 见风使舵 坏事做尽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 但在民族大意上 从来不含糊 面对兄弟 除了那一件错事 其他的也都问心无愧 福海 大二 刘方子 你不就是一个小牌展吗 人家收 我们就不收 这算怎么当的事啊 年过半百的福海 终于熬成了寻掌 一大早 他就来到警局 想提前演练一下 待会怎么给大家讲话 等了半天 一个人没来 好不容易有人来了 可没有一个人招呼福海 都在忙自己的 又不知等了多久 大伙终于都起了 福海也想学习一下刘方子 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想把巡警的规矩改一改 有今儿往后啊 谁也不能收私钱了 你收了私钱到我这儿 你也办不了事 大家对这个规定很不理解 当巡警这点钱 哪够养活一大家子人啊 你要想发财就别当巡警 见福海主义已定 大家伙也不再多说什么 断人财路 如同杀人父母 兄弟们上差的时候 也不尽心尽力了 面对福海当面一套 背后又一套 葵子因为收私钱 被福海知道了 福海当着大伙的面 没给葵子留一点理念 让他把钱给人还回去 当着福海的面 大伙表现得唯唯诺诺诺 可出了警局大门 大伙开始背后骂起福海来 葵子也放出狠话 我还告诉你 打他们今儿起 我让这地面不安生了 对对对 这排长啊 我让这排长当不成 对对 几人到了茶馆 开始商量对策 葵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他们当餐 谁也不能卖力气 然后把大拖小拖都放在一块 让他们作案 然后不给他破 抓住头啊 别跑 抓住他 抓住 福海跑在最前面 那哥几个也装模作样 在后面追 小拖跑进了死胡同 看到只有福海一人追来 小拖倒不慌不忙地翻墙跑了 这时那哥几个也呼吃带喘地 跑过来 福海也看出了 这是跟他对着干了 什么也别说了 都给我滚了 有这种事 这打死人可不是小事 明妇过来报案说 自家女儿嫁到张家 只因偷偷给娘家拿了点钱 就被张家给打死了 福海拉着葵子就要去张家 被葵子拦下 拉着他到院中告知了情况 老张家 您打听打听啊 那是三朝元老啊 打大清国 到日本 现而今 辈辈都有当官的 看到福海惊讶的样子 葵子接着告诉福海 其实这个女的就是张家打死的 说着还从帽子里拿出一块金条 说是老张家给的 连咱们局长都得看他们脸色 咱要是不收 把他得罪了 那咱就没活路了 可一根筋的福海不管这些 这就坐实了 什么坐实了 他要没打死人 他干嘛给咱上筋子呀 他们到了老张家 张老爷好大的派头 在那折腾了半天 才缓缓戴上眼镜正眼瞧他们 他此时还没意识到 站在他面前的是老识人福海 油烟不尽还想用钱去摆平这事 福海根本不上榜 还想请人去警局做作 把张老爷气得破口大骂 他妈的你疯了 你个小排长敢给我做对 说着就要给他们局长打电话 福海一听给局长打电话也急了 说他们这是公事公办 也要交差 我替你交差 臭寻警 你怎么吃了豹子胆了 找我的啥 过了一会 局长怒气冲冲的打完了 二话不说撕了福海的臂章 赶紧过去给张老爷道歉 让福海赶紧滚 福海又变成了招募三等警 又不知过了多久 来了一个新局长 魁子从小到消息得知要裁人 福海忙打听情况 魁子说裁人也不可能裁网人 当巡警这么多年 把心血和精气神都给了公家 不能老了就把人踹了是不是 福海觉得李氏这么个人 稍微放下心来 第二天 那个胖子局长就宣布要裁人 他坐在车上 告诉大伙跟着车跑 规定时间跑不回警局的就自己走人 福海为了自己的差事 也是拼了老命了 终于在大门关上的最后一刻挤了进去 就在福海为宝珠差事松了口气 局长看到了福海 认为福海肯定是偷奸耍滑了 让人把他轰了出去 福海的巡警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福海就一并不起 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靠着心中的那点信念 一定要把小方子交到顺子手上 福海起来了 靠着变卖家里的破家事 来维持着生计 日子也过一天算一天 福海 你真行啊你 你敢告发我 终于解放了 大街上到处充斥着节日般的喜庆 顺子坐在车上已然成了一个干部 突然 顺子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吩咐停下车 而福海此时也在队伍中寻找着什么 听到背后顺子的声音 二人喜极而泣 顺子告诉福海 部队刚接管北京 等这边工作安排好了 再去看你 福海高兴的回到家 孙子在门口迎接 告诉他家里来客人了 他不认识 福海兴冲冲的跑过去 却看到赵二正盘腿吃着东西 此时的赵二还是一口一个哥哥 他告诉福海 小日本垮了 他就跟了国军 可没想到国军垮得更快 福海看到赵二现在落魄了 反而高兴了 这说明事到真变了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你没瞧老百姓全都直起腰来了 改朝换代 咱们见的还傻话 老百姓 福海问赵二知道新政府在哪 要他自首 别人自首 我 汉奸家国民党特务 双链的 这要进去 赵二给福海跪下 求他收留几天 等这俩天风声过了 自己就离开北平 可福海不想管 人这一辈子 我算是明白了 自个儿做了多少 就得承担 赵二也没多说 让他出去买点东西 让自己吃顿饱饭 总可以吧 赵二吃着烧饼 小方子想出去玩 让赵二拿枪喝止了 福海求赵二 咱俩的恩怨 就不要牵扯隔背人了 让小方子出去了 看到小方子出去 福海笑了起来 他说刚才买烧饼的时候 已经通知了解放军了 当兵的已经到院子里了 赵二拿枪威胁着福海跟他出去 白眼狼一边又一边的直呼其名讳 福海还恬不知耻地告诉赵二 当初你当汉奸要抓顺子 现在顺子来抓你了 这就是命啊 赵二求福海自己死后 让福海给弹份发送 看到福海答应了 赵二放弃了抵抗 福海领了又卖了赵二一次 可赵二还是不恨福海 哥哥 我不恨你哥 你说的对 人这一辈子都是自个儿做的 得自个儿单诚 行刑的当天 福海早早往刑场赶去 赵二也被押上刑场 白眼狼宣读着他的罪行 将他的饭油牌一扔 预示着赵二的生命也走到终点 福海这边跑到弹幕 碰到孝子贤孙们送葬队伍 看到漫天的纸钱 福海腿一软 倒了下去 他隐约看到了 邵氏的他们去大城庄学艺的情景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